占有率80%到败走东南亚 打败中国摩托的不是日本 而是因为这个原因 欢迎收看本期中华振兴 如果您觉得内容还不错 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中国的摩托车生产制造行业 是中国制造的重要组成部分 曾经在国内外都有着巨大的市场 甚至一度席卷了东南亚的摩托车市场 然而到了现在 东南亚买了中国摩托 却不再满意甚至要求退货 为什么我国的摩托车在东南亚风光不在 东南亚的摩托市场现状又变得如何 生活水平的提高 让人们的出行方式也有了更多的选择 比如大家可以选择驾驶汽车前往远方 但是对于距离近的地方 汽车并不是最方便的出行工具 摩托车应当算是性价比超高的选择 在东南亚的很多国家 比如越南 泰国 摩托车是当地居民日常生活中 无法离开的出行工具 根据调查 东南亚地区是全球范围内 摩托车拥有量最高的区域 以越南为例 只有9000多万人口的国家内部 却有着多达4500多万台的摩托车 这意味着平均两个人就有一台摩托 甚至这几年来摩托车的数量还在持续上升 完全可见东南亚地区对摩托车的需求有多大了 摩托车可以自由出行在各种角落 是轻松惬意的出行方式 而东南亚的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摩托 也拥有各种品牌的选择 但是这两年 如果你在东南亚国家询问购买摩托车的推荐 你就会发现 商家们推荐的都是日本的摩托 却没有什么中国品牌的身影 商家们表示 因为中国的摩托车质量差 买家买完总是发现质量问题 过来要求退货 受出太麻烦 所以已经很多年没有卖过中国牌子的摩托车了 为什么我国的摩托车会得到这样的评价 事实上 我国的摩托车并不是一开始就在东南亚 拥有这样的负面评价 20年之前 我国的摩托车还在东南亚的摩托车市场 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甚至创造过商业上的奇迹 20世纪80年代以来 经济的开放和发展 让东南亚很多国家都实现了快速的经济进步 经济贸易交流的增多 以及居民生活的日常需求开始增加 商业与个人生活之间迫切需要一个方便的交通方式连接起来 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思考代步工具的选择 对东南亚国家的居民来说 虽然汽车看起来高大上而且方便 但是却不一定适合自己 在东南亚很多国家购买汽车都需要交税 而且价格还不低 出行的成本太高了 不少东南亚国家国内的交通条件也不是很完善 开车从事日常的外出活动并不方便 于是大家将目光转向了能够灵活进出各种小巷和街道 速度也比自行车更快 而且价格也相对低廉 堪称性价比之王的摩托车 巨大的需求催生了市场 20年代末期 我国的摩托车开始大规模地进入东南亚国家的摩托车市场 像是我国的龙心 宗身 嘉陵等这些牌子都开始频繁出现在了东南亚国家的各个角落 几年的时间 我国的摩托车就在东南亚的市场中占据了绝对的领先地位 甚至我们摩托车在市场的占有率超过了80% 虽然在我国摩托车进军东南亚市场之前 日本的陵木 本田 亚马哈这些品牌已经进入了东南亚 并且吸引了一批消费者 但是我国摩托车的高性价比却让市场未知心动 和日本的摩托车价格相比 我国的摩托车在东南亚国家的售价大概为700美元左右 如果追求极致的低价格 甚至只需要500美元就可以买到一辆摩托车 但是购买日本的摩托车却要支付高一倍的价格 因此 我国的性价比就是我们占据市场的强大优势 然而 这种热闹的中国市场并没有持续多久 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的摩托车 进入到东南亚国家的市场之后 为了抢占市场 并且打败竞争品牌 大家开始打起了价格战 争相开始压价 当时的摩托车价格 在价格战的影响下 甚至只需要花300多美元就可以买到一辆 平时要500美元到700美元才能买到的摩托车 可见摩托车价格跌落的程度 除了价格战 当时的中国摩托车商家们也开始想各种招数 比如不但在东南亚国家售出摩托车整车 也同时售卖摩托车的组件 当时很多企业都是售卖摩托车组件 尽管像比较整车 利润已经被压下了不少 于是为了减少亏损 很多企业不得不主动或者被动地开始降低生产标准 通过压缩产品质量的方式来降低成本 而这种选择只会让更多的伪劣产品流入市场 甚至一些企业为了压缩成本 开始让摩托车组件车企生产各种质量差的组件 以代替曾经的质量上加的摩托车组件 于是这些国家的摩托车市场开始混乱 各种产品参差不齐 伪劣产品起飞 摩托车的组件不再有信誉 而是全凭商家的良心 想要灵木的商标就可以贴对应的商标 想要中国产的 也可以贴上相应的商标 这种价格战让中国的摩托车 开始在东南亚市场中声名狼藉 大家发现 虽然中国的摩托车价格低廉 但是质量和其他牌子的摩托车相比 质量真的太差了 摩托车好友高不说 还总是坏 过段时间就要修理 骑行的质感也不行 完全没有日本等车企的牌子舒服 这样算下来 购买中国的摩托车并不是长久的选择 于是大家逐渐放弃中国的摩托车 开始寻求其他的品牌 这时候曾经占据一定市场的日本车企 则打出了自我革新之后的价格优势 日本的摩托车企业一方面顺应当地的具体情况 推出了低价的摩托车型 另一方面还推行了可以分期付款的优惠 价格低质量高的日本摩托车 很快就在我国摩托车的恶劣价格战中独树一帜 重新占领了市场 可以说我国的摩托车在东南亚国家的黄金时代 是来得猛烈 但是去得也很快 行业内部很快就进行了大洗牌 而负面影响更加深远的是 我国的摩托车牌子在很多东南亚国家 已经成为了质量差的代表 大家对我国摩托车品牌失去了信任度 这让车企的形象大受损 我国的摩托车车企在高端市场打不过日本等车企 在低端市场又没有更多竞争力 而遭受到本土品牌的挤压 很多摩托车企业不得不转型 或者转向其他的车型赛道 作为生活刚需的摩托车 大家在购买的时候 已经不再是仅仅思考价格 而考虑得更加深远 目前东南亚国家的摩托车其中 中国的品牌很少 主流的品牌是日本的本田 亚马哈 以及韩国的大林摩托车等 现在的东南亚摩托行业 大部分利润都掌握在了日期手中 我国在相关领域处于产业链的底端 只能依靠零部件的出口 赚取微薄的利润 即使我们的产品质量已经非常优秀 但是因为前期的问题导致市场流失 顾客心中的信任值难以修复 真正的利润大头还是被日本相关企业掌握了 在如今的竞争时代 企业如果不能获得市场稳固持久的市场信任度 失去消费者们的信任将会是必然 我国的摩托车企业已经充分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部分企业继续走着摩托车的赛道 并且积极向同行们学习 寻求转型 比如更加环保安全的电动摩托车赛道 以打出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总的来说 不管是摩托车企业还是其他的制造业 为了自身和行业长期的发展 都不应该走恶性竞争的道路 而应该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依靠产品的质量和优良的服务去争取市场 而不能因为一时之力而毁掉了自己的信誉和未来 不管做生意还是做事情 都应当一步步做起 仰望星空的同时脚踏实地 注重并珍视自己的品牌形象 这也是一种无形的财富 只有取得客户的信任才能抢占先机 拥有更大的市场 整个行业也能正面内卷 更长久且健康地走下去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